去年S888这条火龙 让华硕伤透脑 没想到过了一代后的8 Gen1 仍不改它火热的属性 好在有台积电代工的8 Plus Gen1 跳出来旧厂 拯救生出水深火热的手机厂商们 有着台积电的加持 搭配华硕新退出的智能风扇后 注意是额外搭配的哦 RG Phone 6是否还能维持 安卓阵营的最强王者呢? 首先有了上一代火烫的经验 这一代的RG Phone 又进化了它的散热效果 在外挂的风扇中加入制冷晶片 并且透过变频制冷 以及手机电路板镀膜的方式 防止水汽对手机的危害 只是这次RG Phone 6的风扇 不随包装提供 需要额外购买 小小让人失望了一下 不过有个好消息是 这次滑手终于把长期被吐槽的PocoPink拿掉了 改为侧边单音USB Type-C来连接配件 但这也不免让人怀疑 到底当初为什么要有PocoPink 在萤幕部分 同样采用三星E4 AMOLED 比较不一样的是 这次的萤幕更新率终于往前迈进到165Hz 而在触控采用率也翻倍提升到了720Hz 且触控延迟仍旧维持优秀的23ms 广受好评的Air Trigger 这次又升级了 增加了七弹大作战模式 什么? 你不知道什么是七弹模式? 想知道的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之后的实测影片告诉你 回到手机身上 这一代的RG Phone在电池方面 跟上一代并没有太大改变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在同样瓦数跟容量的情况下 80到100%充电时间 居然缩短了9分钟 意外吧 完全充满仅需42分钟哦 虽说身为电竞手机 相机能扫QR Code足矣 但RG Phone 6的相机 相比以往又更加进步 主镜头搭载旗舰等级的 5000万画素 IMX766感光元件 以及13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 简单比较像 确实比RG Phone 5 有更好的成效效果 至于相机完全体的话 按照惯例 就等人缝9咯 看到这里的你们 一定可以感受到 满满的RG Phone 5的印子吧 没错 这次从大小 手感 电源音量键 耳机孔 相机摆放位置 都跟上一代差不多 甚至其实连游戏手把 都能共用 当然 官方并不支援 最大的差别 就在北盖 与上一代相比 败家之眼的占领区域 缩减到了手机侧边 信仰感 稍稍有点降低了 而这次RG Phone 6 Pro 则延续了 5S Pro的全彩OLED 让玩家能够自定信仰灯 与以往不同 今年多了许多 白色系的机身与配件 白色控的玩家们 可以多多留意哦 老实说 RG Phone 6和RG Phone 6 Pro 今年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惊喜 主要的更新在于 规格精进与细节调整 不过体验上的进步 却是相当有感 这就要归功于高通 这两年的搞笑 这年头如果不是RG Phone 这种电竞手机 玩要是过热 那就会是家常便饭 而华硕今年透过巧妙选择的SOC 与制冷风扇的加入 将危机化为转机 给玩家一个完整 且完美的游戏体验 个人觉得 RG Phone 6 还是相当值得购买的 感谢你们收看 你喜欢华硕这次推出了RG Phone 6吗 还是 你也像我一样 希望华硕赶快公布Renfone 9呢 欢迎分享你的看法 那我们下次再见 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